好 回到第1節 第X節 星期易得道 今天是2020年6月29日 星期易得道 星期一 因為我還會數第幾節 因為我也知道自己在做第幾節 第八節 如果今天算是第八節 今天 這個在 歐洲 在北歐那邊 就查到有大量的輻射 北歐 這個 懷疑 俄羅斯 就有核洩漏的事件發生 事源 觀測到這個 輻射上升就是瑞典 瑞典 大家看看地圖位置 就是位處北歐 附近 基本上就是北歐三國 挪威和芬蘭 其實 這兩個國家如果隱瞞 如果有任何核洩漏 隱瞞的可能性又低 眼球一放就放在俄羅斯那邊 瑞典核子安全監督組織 上個星期在大氣中測到 放射性同位數含量 高於正常水平 懷疑有 隱瞞 事故前科的俄羅斯有關 俄國的官媒今天 29日表示 核電廠運作一制正常 否認有外洩的情況 英國廣播公司 BBC報導 還要死 如果按這個說法沒有說謊 核電廠運作一制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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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芬蘭、挪威和瑞典 輻射量與 核安全監督機構 上週表示 他們在空氣中 監測到一定數量的 色 色 顧 還有這個是不是 鋁 鋁 金子一個鋁 他們這些同位數含量高於正常水平 儘管這些水平被認為對人類健康和環境沒有危害 但是放射性核數 是人工的 不穩定 的核裂變副產品 這個表明 放射性核數水平 突然上升 可能由於核電站 是被破壞的造成的 核電廠是用核裂電發電的 沒錯 瑞典輻射安全局 24日指出 定位放射性核數 的來源是不可能的 26日荷蘭公共衛生機構和環境研究所宣布 在分析數據之後 他們認為 輻射物質 是來自俄羅斯西部的方向 這些物質顯示 可能是 核電廠的原料、原件受損 會不會像福島那一鎊 即是原料、原件 切以諾貝爾 如果再恐怖一點就切以諾貝爾 俄通社、塔斯社 今天轉述俄羅斯核電公司 發表聲明 他們旗下位於西北部的列寧格勒核電廠 列寧格勒即是現在 聖美德寶 那麼 與阿拉核電廠 上述期間特定的同位數 總釋放量並沒有超過 參考數值 都是正常運作 亦沒有與安全學結構外 釋放放射性核數有關的事件 整件事更加可疑 真是死火了 核子廢料、輻射 原素的東西是哪裏來的呢 核電廠有沒有事啊 剛剛試爆完兩顆原子彈 還是地下核試 最近美國和俄羅斯在討論 最新的核不擴散協議 即時抗散協議 我們還在 傳貨、加倉 即是北韓模式 共產陣營一直都是北韓模式 你越叫我做嗎? 我跟你談吧 之前就 先發電 發幾次 這個可能性 相當之大 類似開天殺價落地還錢 那一隻 你想我減價 先加價 我們明天開始港價嘛 原本一百元 明天加到一萬元 慢慢減給你 這就是傳統的黑社會的做法 共產國家也是這樣 這個 即時令人想起 是1986年 赤爾諾貝爾核電廠的洩漏事件 因為有一點蛛絲馬跡 其實在周邊國家很害怕 因為俄羅斯 是一個隱瞞的國家 他跟當年的蘇聯 其實不是改變很多 改變非常之少 他唯一的改變應該是KGB的名字改了 現在 他已經沒有 再叫KGB了 KGB 大陸人叫做黑格伯 那麼 他那個全名的中文譯音是國家安全委員會 其實跟香港的一樣 之前已經有人說過了 是的 這個名字是KGB的 全名中文寫法叫國家安全委員會 國家安全委員會 好了 那麼這次呢 在瑞典 芬蘭 挪威 這些波羅的海的國家當然是危險 那麼當然 波羅的海的國家就不止這三個 還有北歐的幾個 還有在對面海的 有一個叫做愛沙尼亞 對面海是 我們說這邊 瑞典對面海 現在是對面海 歐洲嘛 北歐三個嘛 那麽所以呢 他們其實 距離聖比德寶很近 隔壁不是聖比德寶嗎 沒有錯啦 其實是聖比德寶 那麽所以呢 這些國家呢 就大為緊張 因為你在隔壁有事 嚇壞 一陣輻射 飄了過來 會死很多人 因為 北歐國家最重視的人命 而你俄羅斯最不重視的人命啊 是不是 你既然可以隱瞞的 現在隱瞞到底 看看資料 切爾諾貝爾核電廠當時 所釋放出來的放射線 就是二次大戰廣島和長期的原子彈的400倍以上的核輻射 400倍 那麽已經是 史無前例那麽大件 400顆光澤廣島的炸彈同時爆發 差不多啦 如果這樣說 只是放射線而已 沒有發生爆炸 但是他那裏說 已經是令到周圍全躁不生 另外也有大量的 居民感染 被輻射感染了 所以這個歐洲 有民主自由的國家 為什麽害怕這些 獨裁國家呢 因為這些獨裁國家 首先他們極具侵略性 每一次有任何的磨擦 他們是動用全國國家的機器 對準外面的 國家 對人類那個文明的威脅是很嚴重的 所以對於民主自由的地方 這已經是第一樣最可怕的 本身他們就是張牙舞爪 軍事要脅 這是第一樣 第二樣就是 就是正正就是這些情況 切爾諾貝爾 當他不是對你進行軍事威脅的時候 首先他用核 做核發電的 已經有那麼多東西搞出來了 而且基本上你可以有 100%的信心保證 一定是會隱瞞到底的 最重要的是 跟中共的情況一樣 完全一樣 中共的武漢肺炎爆發了之後 也會隱瞞 然後 向全世界輸出病毒 他也不會向世衛報告的 他是會隱瞞到底的 這個才是可怕之處 你看看俄斯之前的潛艇 自己 發生事故也是這樣啦 美軍在旁邊說來幫忙 他們說你很傻 寧願他們全船浸死了 也不會叫美國幫忙 這個就是 獨裁國家的問題 因為 人命對於他們來說 是數字的 他們完全不會閉上眼睛 家屬出來吵就有你了 還會打壓他們出來說 特別大聲的家屬 怕你會引導其他人反抗 中共和俄羅斯在這方面基本上是100% 是一樣的 是一樣的 俄羅斯 表面上有一個選舉 俄羅斯現在才想著選完再選嘛 普京要修憲嘛 要把總統做任期加長到6年一任 變成他可以連任多兩屆 重新離過嘛 即是說他要做到2037年 這些就是 獨裁地方經常 跟你做一個偷換概念 他還跟你說 收了憲 接著有多少%支持 有多少%反對 即是會跟你說到那個是一個 好像很有民主選舉成份的 他每一次都是這樣 跟你做的 你看到無線新聞大大力 跟你介紹俄羅斯修憲 有多少人支持 有多少人反對 跟平時那些一樣 跟我們香港面對的那些 他還跟你分析立法會有多少票稱讚成 有多少票反對 好像立法會有一大半都不是民選出來的 還有現在的報章 剛才看到《東風日報》 他還在介紹每個國家國安法 叛國罪都可以判死刑 全部國家 美國 英國 法國 全部都可以判死刑 中國的 國安法 中國的叛國的定義 可能 是闊到怎樣 你寫一篇文章要求中國有民主 都是叛國 都可以判你死刑 外國是不會這樣的 你寫這件事出來 其實你是 不對不住你自己的祖宗 你也沒有人家那套司法系統 你也沒有人家那套 受人家監察 又有一套普通法系統 舉證責任 即是真的擺在 政府那裏 不是說的 一定是有疑點利益歸於被告的人 人家真的有 還有人家有多少宗案件真的會拿來告呢 你有沒有做research呢 有沒有判過死刑呢 所以 他們很多時候是把那些事說到現在好像判死刑是很合理的事 香港就好了 全部都是判死刑 所有的事都是判國 跟共產黨利益有衝突的都是判國罪 正常來說 你做生意 你做了中石油生意 你應該都是判國的 應該判死刑 你那家公司如果跟中石油有一個競爭 你搶了中石油生意 全公司都會叛國 那就要死很多人了 香港最少死了一半人 因為所有人都有機會跟他們有一點衝突 現在的定義很寬的嘛 這件事 就是為甚麼外國 那麼怕你們那些獨裁國家的原因 不是因為 他們 很可能就是率先披露 他發生核泄漏的人會被他告叛國罪 其實是 最可能會發生的就是 踢爆武漢 大規模爆發的醫生 會被他告叛國 你在這樣的地方 顛覆政權 煽動顛覆政權 大陸有很多那些民運人士 寫的東西很簡單很溫和的 那些被人一抓一判監了十幾二十年 劉曉波寫過一篇東西寫過甚麼 他一樣是 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判十一年監 全世界都沒有的 是你這個國家是這樣判的 現在好了 還把他寫得好像很合理那樣 全世界都是這樣的 不是全世界 你們那些 故意歪曲了這個世界 把你們的 以為對的東西寫出來的意思 當然啦 這些東西將來你們有機會受得回 但是問題就是我剛才說的那個問題 一直以來我擔心的問題 不是他們會不會受的問題 而是他們受之前 沒有理由要我們這些人受的嘛 最終他們受也沒有理由要我們先受的 其實我現在說來說去也說同一件事 是沒有理由那麼傻的 所以大家要 小心一點好好地處理這件事 不要在 在人 在他聚位之前 就上了他的車 陪他一起死嘛 再說一次 七一之後這個本台會徹底赤化 預告了很多次 我不會做的啦 莊康南做的啦 對啦 我們到時也要交給這個 康生同志 和春橋同志 這次時間就說到這裏吧 拜拜